HELLO 大家好 這是混桌Makes me mad with Casper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兩雙 非常厲害的DADS SHOES 好不好 我們看到的這個 Under Armour 我們現在就來開箱一下 DAN 就是這兩雙 好不好 Under Armour 最新的DADS SHOES 它叫做Forge 96 一開始可以看到的就是它 非常厚實的中底 這個是兩層流線型堆疊起來的 這是Under Armour 自己用的 EVA的緩震技術 再來接下來就是它鞋面上 有非常多不同的材質 像是藍色這塊是橘皮 然後紅色的會用是高級皮革 中間有透氣網布加上一些3M點綴 所以這雙鞋可以說是非常的Sport style 對 如果比起相同款式的SSS來講的話 你可以發現它的透氣程度 或者是緩震跟穿起來的體驗 都會是比較好 那非常有趣的是 你可以看到整雙鞋啊 上面是沒有什麼Under Armour的Logo 幾乎是找不到的 除了在鞋舌跟 鞋跟的皮革上面有一個小小的Logo 這對於Under Armour 進攻這塊的球鞋市場 打破以往品牌給予大家的既定印象 好的 那麼這雙Under Armour最新的Forge 96 預計將會在9月28號正式上市 然後價格也是非常親民的4280 比起Botensiaga的SSS 或者是Adidas最近重新抽籤的EZ700 都是一個相當值得你入手的好選擇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關於Under Armour 4 96的開箱細節文章 記得點擊下方MIXD為你準備的開箱文章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